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愤怒地看着手机里陌生号码给我发来的短信 回播了过去 对方接听后 我咆哮起来 你他们到底是谁 归孙子给我出来 电话那头传来中年男性的声音 语气笔的回音道 我可以出来 但你敢打我吗 此时 我气得浑身发抖 拿我老婆开玩笑 为什么不敢打你 给你十条命都不够 你在哪里 我过去找你 中年男性笑得更离谱 细血地说道 你要打我 你得先问过你老婆同不同意 我问你妈 你准备受死吧 好 既然你那么想打我 我叫李刚 问你老婆就知道我是谁了 说完 对方立马挂掉了电话 我他们管你是李刚还是王刚 照干 我情急之下 拨通了老婆的电话 希望这是一场闹剧 并不希望我老婆真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喂 老公 我问你 李刚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过了许久 老婆才缓缓回应道 李刚里总是我的大客户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给你微信发点东西 你自己看看 这他不是胡闹吗 我截图李刚的短信发给老婆看 一分钟后 老婆扑斥一声笑了 老公 李总是跟你开玩笑的 他这个人很有趣的 总喜欢开玩笑 常年在国外经商 思想比较开放一点 不过人挺好的 这他们是开玩笑吗 拿别人的老婆来开玩笑 哎呀 老公 你就别小气巴辣了 李总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他就喜欢捉弄人 等一下我去说一下他 那他怎么知道我电话 可能他想跟你交朋友 他是我的一个大客户 也算是老客户 他总想说邀请我们一起吃饭 我拒绝了好多次 他就找到你 跟你开个小小玩笑而已 这 这 这开玩笑也有个杜霸 拿这种东西开玩笑不会过分了吗 哎呀 老公你多心了 我能成为公司每个月的销冠 都多亏了李总 要不是他 我都拿不了那么高的工资呢 因为他 你能成为销冠 懂得感恩是对的 但是他这样子拿别人老婆开玩笑 这就不好了吧 行了 老公 我要上班了 我今晚回家再跟你解释吧 反正李总是好人 不是坏人 我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开这种玩笑 我就他们不舒服 老婆没听完我说话 擅自挂掉了电话 就这样 我憋着一肚子的闷气上着班 好不容易盼到下班后回家 好好盘问一下老婆 那个什么 李总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 妻子发来信息 老公 今晚陪李总应酬 今天他给我下了个百万订单 经理说要请他吃饭 让我也一起陪同 关于李总莫名其妙给我发的那段话 我一直耿耿于怀 是挑衅 还是真的是开玩笑 都是成年人 为什么要开那种幼稚的玩笑 顿时 我回复信息给老婆 想过去看一下他到底怀着什么恶意 你们在哪个饭店吃饭 许久 老婆没有回我信息 我等得不耐烦了 继续拨通他的电话 质问他在哪个饭店吃饭 我要过去会一会 那个所谓的李总 换来的却是老婆的责骂 你神经病了 公司请客户吃饭 你过来干嘛 我不跟你们一起坐 冤冤看一下那个李总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别那么小气好不好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都跟你说了 李总是跟你开玩笑的 那么叫真的吗 行 那你说他是开玩笑的 那你让他当面跟我说 不然 不然什么 你不会以为我会跟李总有一腿吧 你简直疯了 人家很疼爱老婆的 家庭美满 才不会像你一样思想肮脏 听到老婆这样维护李总 我瞬间怒了 他妈的 我肮脏 老婆不耐烦地扔下一句话 就挂掉了电话 神经病 懒得理你 面对老婆如此恶劣的态度 我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浑身颤抖了起来 焦虑地一直等到差不多凌晨十分 老婆还没有回来 心情一落千丈 甚至有点忐忑不安起来 拿起电话给老婆 问她现在在哪里 猜想着 她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难道真如我老婆所说 我很小气 一点都不大度 一句玩笑话 竟然幼稚当真 连续拨打了好久 也没间接听 我发起了微信语音 给她留言 也是许久没见到回复 心里咯噔一下 完了 真的惹怒她了 就这样 老婆一夜未归 一日 清晨 焦虑不安地 我跟公司请假后 连忙去老婆公司 蹲守着她 怕她干出什么傻事出来 差不多快要到 九点上班时间 远远看到老婆 从外面背着胯包 衣服还是昨天的 缓缓地走过来 见到我美好气地 翻了一下白眼 装作看不见我 静止从身边走过 我急忙拉住她 你昨晚去哪里了 老婆赌气地回应道 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 你是我老婆 整夜不回家 难道我就不能担心一下吗 就不能问一下吗 我才没有这么小气的老公 别一两句笑话就当真 回来对老婆心事问罪 老婆翘着双手 环抱胸前冷漠地说道 不是心事问罪 要是换你 别的女人跟你说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生气 不好意思 我不会 我很大度 我相信自己的老公 但你不相信自己的老婆 在公司门外 我们的拉扯 吵闹声 惊动老婆公司里面的同事 各个人都朝着门外 看起了热闹来 老婆健壮 尴尬地生气直跺脚 狠骂了一句 晦气 扭头转身 就往公司里面走去 我心急地跟在她身后 完全忽视了其他人的目光 让老婆此时相当地尴尬难堪 表情难看 这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从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 压抑地见到我们拉拉扯扯 带上门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手指了一下 延伸问道 安妮 她是 安妮一见到面前的男人 瞬间脾气收敛了起来 低声回应道 经理 这是我老公 叫做经理的男人 挑眉打亮了我一番 顿了顿问道 你有事吗 啊 我立马反应过来 刚才晴急之下 已经忘记身处老婆的公司里 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了 连忙回应道 我跟安妮有些事情要说 有什么事 不能回家说吗 要吵到别人的公司里面去吗 经理严厉地对着安妮说道 似乎有意说给我听 安妮紧接解释道 经理是昨晚的事 哦 经理好像明白一样 那个 安妮老公是吧 你跟我来一下办公室 紧接着转过头 对安妮说道 你先回去上班 我来跟你老公解释就行了 嗯 此时的我像是一个 无理取闹的扑妇一样 老婆看都不看我一样 就自顾自地回到工位上去 我着急地看着她的背影 经理轻声招呼道 请 我只能幸幸地跟着经理来到办公室 关上门后 经理示意我坐下 经理微笑道 安妮她老公 昨晚的事我都有略有耳闻 安妮也跟我说过 说过什么 先别急 昨天安妮一个大客户 给咱们公司下了一个好几百万的订单 晚上我便邀约了安妮 还有她的客户一同去吃饭 这件事安妮应该有跟你说过 是的 有说过但是她昨晚一整晚都没回家 这 昨晚饭局散后 她可能比较生气 跟我说起了你们之间的问题 说你不信任她 别人一两句话就质疑她 她不想回家面对你 就在外面酒店开了个房间 住上一晚 想要冷静一下 那有什么夫妻之间不能好好商量吗 我不解的问道 安妮确实是有点任性 但是你作为男人应该大度一点 我怎么大度 你是不知道 她那个客户 昨天给我发了一条不堪入目的信息 你让我怎么想 你让我怎么大度 我不满的喊道 这样跟你说吧 安妮现在是咱们公司的销灌 全公司最大的订单 就是她手中的李总 那又怎样 谁也不能得罪李总 我不行 安妮也不行 包括你也不行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应该很明白 她能成为公司销灌 业绩来源于李总 所以我们任何人都要围绕着李总来走 谁也不能得罪 你作为男人 你得支持你老婆 就像咱们公司支持安妮一样 明白吗 我气愤地怒吼道 明白你妈笔 你吃屎吧 凭什么 我要围绕着那个什么几把李总 经理并没有被我的表现惊吓住 反而冷静地笑道 难怪安妮说你是个小气的男人 今天算是见识过了 你娶了安妮 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 你知道她能从李总那里赚多少钱吗 我他们不想知道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现在 我意思就是 她能成为销灌 能拿高工资 哪怕真的是跟李总睡也没关系 能为公司创造业绩 也为你们创造好生活 顿时火冒三丈 激动从椅子上窜起来 揪住她的衣领 怒吼道 你他们的叫你老婆跟李总去睡啊 草泥马的全家 教唆别人老婆干那样的事 你她娘的糟天钱 她没料到我反应那么大 这时才真正被惊吓到了 你别生气 安妮跟李总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你放手先 外面的人可能听到办公室里面的动静 连忙冲了上来 打开门 安妮惊呆住了 看着我怒气冲冲的样子 揪住经理的领带 一副开打的模样 放开经理 你要干嘛 安妮及时反应过来 对我喝道 我听到安妮的声音 顿时火焰降了几分 连忙松开手 急忙地跑到安妮面前解释起来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话吗 安妮冷冷地推开我 面无表情说道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好吗 你已经影响到我们公司运作了 哇 好了 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了 有什么今晚回家再说 说完 安妮一脸歉意地跑到经理身边 道歉道 对不起 经理 我不知道她能冲动的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垂头丧气地往外面走去 回到家中后 我懊恼地垂打着沙发 这时候 手机叮一声 一条彩信 打开手机 火气瞬间再次窜了起来 又是那个李刚的号码 发来一张彩信照片 老婆在酒店里 裹着一条浴巾 背对着拍照人 这一次 反而是李总主动打来了电话 你他们的 什么意思 我老婆是不是跟你睡了 曹你大爷的 面对我如同暴躁怒吼 李刚不紧不慢地说道 怎么样 安妮公司的经理 没有跟你说清楚吗 说清楚你妈 你在哪里 妈的 我过去废了你 这经理还真没用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拍着胸口答应 一定要让你答应 我总算听出来了 刚才的经理早也知道我老婆跟李刚有关系的 而且李刚还委托了经理对我的劝导 难怪会说那样的话 这一切都是为了业绩 他们的 可恨的业绩 让人变态 我在旺达广场停车场 有种就过来吧 你他们等着 我把图片还有电话录音 全发给老婆 一边发送 一边往旺达 停车场赶去 几分钟后 老婆回复了文字微信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李总是我的大恩人 我能有今天拖他的关照 如果没有他 我还是每个月领着三千块底薪的业务员 他丝毫没有悔改和歉意 也没有羞耻心 还在为着业绩说着好话 我暴躁地拨通他的电话 接通后 愤怒地呐喊出来 你他们心里就只有钱吗 是 老婆斩钉截铁回应道 一个是字 击穿了我的内心 瞬间让我后背发凉 难怪真的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可以背其道德底线 随后老婆冷冷回应道 你别傻了 你过去也是送人头 白爱一顿打 我可以答应你 等我在李总身上赚够钱了 我就离职 跟你离开这座城市 够了 你是变态 我不是 哪怕咱俩离婚 我也不会放过李刚 随你的变 我可提前跟你说 你过去只会被毒打 绝对讨不到一点好处 我丑话说在前面 你要听就听 不听就算 按照李刚报的位置 不到半个小时路程我就赶到 李刚靠在一辆豪车门上 旁边站着三个大汉 一个个神情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我一眼就认出了面目可憎的李刚 因为从看到我后 眼神轻视地看着我 此时怒火攻心 顾不上有多少人埋伏 大喊一声 你他妈的 是你搞我老婆 李刚比的笑了笑 兄弟 有钱给你赚要不要 我呸 滚你妈的 我就一句话 开个架 让你老婆跟着我 但是你们不能离婚 从没听过这么变态的要求 真是恶心 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 他瞄得越有钱越变态 三观越扭曲 去你妈的 我发疯地朝着他冲了过去 李刚轻轻地挥了挥手 身边的大汉得到指示 猛地向我扑来 可想而知 我败了 败得一塌糊涂 我被揍得躺在地上 喘得粗气 李刚来到我身边 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 藐视地说道 哼 就你跟我斗 安妮跟我 是我看得起你 不然你就是屎 死穷鬼 妈的 晦气 以后记得 不许再碰安妮 要不然不是躺在地上 那么简单 明白没 威胁完后 李刚带着几个大汉 开着豪车离去 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涌进心头 伤心欲绝 我怎么他们招惹上这些人 还有安妮那个贱人 我是造了什么孽啊 我大声哭喊着 垂手顿足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逐渐冷静了下来 李刚 安妮 你们两个贱人 给我等着瞧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心中萌生了复仇的念想 开始不再自怜自哀了 我要重新振作起来 他已经不值得我在爱了 只有把他们踩在地上 才能出这口恶气 我忍着疼痛 慢慢用手支撑着站了起来 拖着伤痛回到家中 老婆已经下班回到家里 冷淡地坐在沙发上 此时我浑身上下全是灰层 还有鲜血 他随意地瞄了一眼 冷漠地看着我嘲笑道 哼 不自量力 火一下子再次窜了上来 此时我双手握紧 牙齿恨得痒痒的 想掐死他 随即想想不行 就这样掐死太便宜他了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还有那个李刚 我没有回应他的话 扭过头来 不想看到他恶心的嘴脸 他以为我认怂了 反而更加得意起来 在我身后继续说道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在陪李总几年 等赚够钱了 咱们就离开这里 你偏不听 我背对着他沉声道 你真的很缺钱吗 他的话更像一把刀子 狠狠戳了我的心 靠你那点工资 什么时候能买房买车养孩子 难道以后让孩子和西北风吗 请你不要把你的欲望 强加到我们身上 我不需要你赚那肮脏的钱 老婆听到我说他的钱肮脏 顿时激动起来 废物 你就是一个废物 当今社会 没钱寸步难行 你别天真了 我不再搭理他的话 不想无谓的纠缠 待我养好伤 看我怎么对付你们 这一对狗男女 接下来的几天了 老婆对我的态度 还是不理不睬 冷漠高傲 在家里无视着我存在 苦苦冥想了几天 终于找到了对策 就是先对老婆公司的经理下手 他肯定知道 李刚 安妮两个人的事 从他那里看看 能不能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打定主意后 我跟公司请了长期的假 连续几天 蹲守在老婆公司楼下 摸清楚经理的行程 终于在一天下班后 经理独自一人下来地下室停车场取车回家 我偷摸地跟着在身后 趁他上车后 我连忙拉开副驾驶的位置坐了上去 经理压抑地看着我 我掏出刀子顶在他腰间低声道 别出声 开车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经理被吓得不轻 哆哆嗦嗦地打火启动车辆 把我带到了一座荒废的烂尾楼里 下车后 我从他身后一把捏住脖子 吓得他一哆嗦 双脚发软 差点跪在地上 安妮他老公 你这是要干嘛 我上有老下有下的 你别乱来喊 愿有头寨有主的 是你老婆个人作风问题 不关我的事 也不是我怂容的 别说话 进去 进到烂尾楼里面后 我用勒带绑紧他双手 一脚踹他双腿关节处 扑通一声 整个人跪下 顿时 经理就吓哭了起来 对着我求饶起来 别杀我 兄弟 求你了 我塞住他的嘴巴 喊你妈那喊 要是把人喊来了 不死也得死 经理被吓傻了 忍着剧痛不出声 嘴里呜呜呜呜的 你说 我老婆跟那个李刚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呜呜呜 去年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次李总来公司 给安妮下订单时候 晚上我请他出来吃饭 安妮陪同着他一起来的 两人手牵着手进来 还当面跟我说是情侣关系 听着经理的述说 我炸裂了 痛骂起来 狗男女 我呸 安妮作风有问题 你作为领导 竟然不闻不问 也没有及时纠正 兄兄弟 这种私人的事 我怎么好开口去指责他 我呸 你他们都有问题 紧接着 经理似乎想到了什么 兄弟 你是不是想要报仇 我眯着眼睛看着他 想不到他还挺醒目的 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就要报复怎么了 难道你还想通风报信 不不不 兄弟 你误会了 我是想跟你说 我有个办法能让你 置李总于死地 说 不过 兄弟 前提下能不能别杀我 你先说 不然 我扬了扬手中的刀 经理下的连忙说了出来 李总他没本事的 都是靠他老婆的 他老婆是咱们市里 最大的企业建功集团 老总的女儿 而且他对李总管 也很严格的 我看你可以从这里下手 去对付李总 你说的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我们都知道的 他平时作为作福 我都看不起他 吃软饭靠老婆的男人 那你认不认识他老婆 不认识 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不过你得找到证据 不然不会得逞的 李总做事很小心的 凡是跟他有关系的女人 最后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净 他老婆也查不到 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 我想了想 凭我目前手头上的证据 完全掰不倒李刚 需要经理的帮忙 紧接着对经理说道 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 跟我老婆的证据 我手头上的证据不足 打倒他 兄弟 你这不是扯吗 他是我公司的大客户 你让我打倒他 那我老板会杀我的 哦 那你怕老板杀了你 那你怕不怕我杀了你 啊 兄弟 有事好商量 我帮你 经理连忙答应了下来 我划着刀在他面前耍了几下 威胁道 你别跟我耍花样 我破罐子破摔的人 要是骗我 无论你跑打哪里 我都会把你干到底 我知道我知道 经理狠狠地点了点头 随后 我把经理放了回去 果然 经理还是认怂了 当天晚上就给我发来了 许多关于他们两个 不堪入目的照片 经理作为他们两个的牵头人 李刚又是那么变态 喜欢把照片发送给别人欣赏 我看着这些照片 气得浑身颤抖起来 又过了十几分钟后 经理发来了李刚老婆的信息资料 还有经常去的地方 方便我去蹲守 随即 我给经理回了一句话 好了 以后没你的事了 好好上你的班 做人吧 紧接着 我根据经理给的资料 来到李刚老婆经常来的 一所高档美容院门口蹲守起来 果不其然 一辆豪车停在美容院门口 走下来端端漂亮的美女 身材极好 他们的 自己老婆美如天仙 还要在外面偷心 真他们不是人 我上前伸出手拦住了他 低声询论道 你是李刚老婆对吧 美女压抑地看着我 点了点头 我有时想跟你聊聊 关于李刚的 他出奇地冷静 没有丝毫地慌张 跟我进来 说完 高冷地往美容院里面走去 我紧跟其后 在美容院里面的单间里 我们面对面坐着 他高贵地翘着脚 语气平淡地说道 说吧 我拿出了照片递过去给他看 里面的女人是我老婆 看着他漂亮的脸蛋 逐渐铁青 强忍着怒气冰冷地说道 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咬紧牙关 蹦出几个字 李刚能不能死 不能 不过你老婆可以死 他毫无忌惮地说出 不愧为财团家的女儿 浴室冷静 沉稳 不禁不慌 我顿了顿 好 那李刚的下场 他终究是我亲人 明白 李刚他也可以死 不行 李刚老婆呵斥道 容不得你说行不行 话我带到给你 也让你认识你老公的嘴脸 你不下手 那我就下手 很简单的是 你敢 有何不敢 光脚害怕你们穿鞋的 行 我答应你费他双脚双手 好 李刚老婆真够果敢 当天下午 李刚老婆带着人去到安妮公司 把安妮拖出来痛打一顿 打到奄奄一息 闹到人尽皆知 安妮就是小三 破坏别人家庭 为了业绩不择手段 等等肮脏不道的行为 公司领导知道后 当场勒令开除安妮 李刚老婆还不解气 把他所有丑事公布于世 找人公关登上头条新闻 不过却把自己老公李刚 撇得干干净净 捏造事实 称安妮单方面的纠缠 见钱眼开 使用轨迹 使李刚上当受骗 还说到 李刚政治拒绝他的多次诱惑 结果还是被安妮在一次灌李刚酒的时候得逞 拍下照片 用这些作为证据 要挟着李刚在他公司下订单 利用轨迹 促成订单交易 这件事轰动全市 影响极其的大 安妮从那次后 在我面前消失了 电话 微信均被拉黑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再后来 李刚在一次车祸中 导致残疾 我知道是李刚老婆做的 果然心狠手辣 做事干脆利落 随着这件事过去半年后 我也逐渐淡忘了这件事 包括我老婆安妮 因为她的失踪 我去了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无意中在街上遇见衣裳褫褴的乞丐坐在街边 凭着记忆 一下子认得出来就是安妮 脸部被毁容 漂亮的脸蛋 已经变得面目可憎 她发现了我 捂着脸发疯地跑掉 我追了上去 在一个下水道里找到了她 蜷缩害怕地靠在下水道边上 惊慌地看着我 我想 她应该知道 当时是我举报的她吧 我没说什么 摇了摇头 叹了一声气起身走了出来 我走出下水道后 听到她在我身后大声喊道 我恨你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